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就有一單非常之重要的消息 是震撼了至少35萬香港人 不過這些香港人 清一色陷爛都是港漂圈子的新香港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大陸當局透過港漂的工作單位 向他們發揮了通知 叫他們凡是沒有香港永久居留權 就必須要主動向內地機關申報稅款 照計就沒有什麼值得震撼 是嗎?報稅而已 香港人每年都報 一看見綠色信封就頭赤了 只不過原來這班港漂圈子 一樓都有在香港稅務局那處 是報了稅、繳了稅 原來現在大陸當局 就向他們追收稅率的差額 因為香港和大陸的稅率 即是個人所得稅 原來是有所不同的 根據大陸財新網的報道 就說大陸的個人所得稅 是實行超額雷進稅制的 稅率就從3%至45%不等 而香港新逢稅 超額雷進稅率就從2%至17%不等 標準稅率就是15%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這班港漂圈子來到香港 他們不是做基層工種 又不是去洗大餅 不是做保安 這班傢伙 全部都有高等學歷 而且他們佔據很多專業職位 或者管理階層的職位等等 故此他們的工資水平 普遍來說都是比較高的 就算在這個QQ港漂圈裡頭 他們所舉的例子 都是說年收入是100萬港幣 即是每個月有100萬3千元 這件事我不覺得出奇 因為你看中環就知道了 很多都是港漂的人來做的 這班人在香港賺這麼多錢 當然已經是依發繳了稅 但現在大陸似乎想割韭菜 向他們徵收差額 這一筆鈉就非常之大 非常之金 現在正在說 原來大陸的超過96萬元的部分收入 稅率是去到45% 你想想 他們要補交多少錢才行 而且這份文件裡頭 其實沒有說清楚一件事 今年的收入 當然就是要認真地去報 但是往年的收入是怎樣 沒有說明的 分分鐘今年報完之後 他們又會收到說要補回往年的又不定 反正往年那個 就未有定案 今年就一定是走不掉的 他們就舉了很多不同的 所謂scenario 舉了很多的情景出來 反正說來說去 他們都知道 這一筆數是不能走計的 因為其實這班人來到香港讀書的時候 就一定要跟中聯辦接觸 無論是辦理報導 或是申請留學證明等等 故此 這班人的地步資料 一早就被中聯辦掌握了 而且還可以通過他們的工作單位 通知他們要報稅 你說他們哪有得走計才行 當然這個情況 只是局限於那些 未得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港票 如果是拿了的話 就不需要雙重交稅 那這班人就開始在這裡 鬼咬的口 他們就在這個港票圈裡說到 現在就出現了兩種情況 第一 就是非永居的港票 可能無法承受雙重徵稅的負擔 將要提前結束港票生活 回到內地 第二 就是那些住滿了七年 但是原本不打算拿永居的港票 就會當機立斷申請永居 他們說 無論如何 正如這篇文章提到的一樣 這個 是影響到幾十萬港票前途的決定 哇 他們簡直就是 愁眉苦臉 是不是 突然之間 被人撅到一筆 你看 稅率差那麼遠 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十五 中間那三成的落差 難怪又會引起那些港票這麼大的反應 根據QQ港票圈子裡說到 這個消息一出 整班港票已經紛紛炸開了 有人說 香港生活成本這麼高 這樣交稅 不如直接回到內地 又有人意識到 現在經濟形勢很嚴峻 另外 有些人的心態 非常正面 認為 該來的一定要來 賺得多 就交得多 交得多 亦說明賺得多 當然 這個消息他們說 未見有本地媒體報導 實請本地媒體 沒空理你 但是財新網 我看到 在六號的時候 有一篇報導 標題叫做 境外所得 過稅精管收緊 在港中資企業 內地員工 忘保稅 所以他們 可以查證一下 這件資料是屬實的 希望他們盡快 要安市 向大陸的稅務部門 報稅 這件資料 對於他們來說 相當震撼 我認為 這群港票的圈子 其實就是 戳戳有餘 補交差額 如果在香港 打工 賺到工資 是可以交到標準稅率 可想而知 他們的工資 是多麼高才行 就算你交完標準稅率 再回大陸 雙重徵稅 可以抵消 香港交了多少錢 在大陸 便可以減回那筆錢 故此 就算補交那筆錢 對於這群人來說 都是 濕濕稅 接著 看看意大利的情況 根據路透社的消息 所說 當地的共和國報 說到 意大利正在考慮 是否要將中國的電訊設備生產商 華為 排除在意大利的5G網絡建設項目之外 美國 其實一直都有向意大利方面施壓 叫他們不要採用華為的設備 但意大利 其實一直不太好 現在忽然之間 又再有變卦了 根據當地的共和國報的報道 就說 目前 意大利政府正在進行相關的考慮 意大利的外交部長迪馬約 在上個星期 曾經在羅馬 會議來自美國的特使 會談的內容 包括了華為的問題 共和國報就說到 意大利的經濟財政部長 以及國防部長 已經非正式提出了相關的議題 就是意大利政府準備更原液設 和其他歐洲友邦一樣 放棄使用華為的設備 而共和國報也說到 原本支持華為的五星行動黨 目前正在重新考慮立場 五星行動黨 就是意大利執政聯盟的成員之一 而意大利的官員就說 就算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 贏得11月的總統大選也好 他們相信 美國對於華為的立場 是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變 而去年 意大利議會的安全委員會 已經說到 意大利應該考慮 阻止中國電訊公司華為和中興 參與5G網絡的建設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告訴路透社 意大利可能會使用 歐洲疫情復甦基金的資源 去發展5G網絡 故此 他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立場 將中國電訊公司排除在外 難怪意大利會出現變卦 原來就是要使用歐盟的資源 用疫情基金來發展這個網絡 若然這個消息真的屬實的話 意大利很大機會 就是會採用 諾基亞或者愛納信的5G設備 因為你都使用歐盟的資助 不用全部自己出 當初意大利為什麼會選擇華為 老實說 台面的因素當然是價格的問題 就是華為便宜一點 難道你真的貪他 那些資訊流通是夠安全嗎 對不對 你一定是考慮到價錢的問題 當然 台底有沒有什麼輸送 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報道裡面沒有說 但是 如果意大利真的決定轉軚 放棄採用華為設備的話 象徵意義就非常大 首先 意大利仍然是G7工業國的其中一國 如果意大利也不用 剩下哪些國家用呢 就是德國最忠實 因為法國他們昨天才說明 說你還沒決定採用哪家電訊公司的電訊箱 麻煩你們不要用華為 勸你們不要用 如果正在用的就沒辦法 所以現在剩下德國對華為最忠實 在說G7國家之中 第二 意大利就算怎樣被人說也好 他目前來說 仍然是世界第九大的經濟體 故此 如果華為失去了意大利的市場的話 損失都很大 對不對 到時 就算被你華為霸佔了整個非洲市場 也沒用 因為 主要盈利的地方 就是在最大的經濟體系裡面 好 拜拜